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我们的主题单元 今天的单元是大家很想听的就是 2023年下半年 桃花感情人缘的排行榜 到底哪些星座 下半年恋爱的机会 结婚的机会很多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不过在聊天之前 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运势呢 其实呢 我们要参考所谓的流年的长期的星 像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以及冥王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行星呢 它走的比较慢 待的比较久 它们会营造一个环境 大家要知道 想恋爱 想结婚 想要发展人际关系 有的时候是一种feel 你知道吗 就是有的时候机会在你面前 你不想的时候呢 你就是不想 好 所以呢 像现在大环境来看的话呢 下半年 这些五颗长期星啊 都待在什么 土象星座跟水象星座 所以 其实呢 整个下半年 以一个比较大方向来看的话呢 土象星座跟水象星座的朋友 是运势特别好的 就是特别容易有一个营造浪漫的机会 或是往前进的可能哦 那当然呢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 因为金星 在这个6月5日到10月9日的这段期间 都待在试作 所以呢 有那种闪电型的桃花的机会呢 对于火象星座 其次是风象星座的朋友呢 就特别有利哦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是长线的 就是 它可以慢慢经营的 是土象跟水象的朋友 好 那么 短线 要把握一些机会的呢 就是 火象跟风象的朋友 那我们现在聊一下这个排行榜哦 今年下半年 感青跟桃花第一名的这个族群呢 我一定会把第一名给金牛座 因为现在呢 代表幸运的木星 跟这种闪电发展突破性 要跳出跟以往不一样状况的天王星 都待在金牛座 所以如果你是金牛座朋友 或是你身边有金牛座的朋友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下半年很容易交新朋友 很容易走进恋爱 或是恋爱开始往结婚发展 当然我身边有很多金牛座朋友 已经结婚了 最近就开始告诉我 哎 他们自己啊 或者是另外一半啊怎么样 怀孕了哦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那如果你真的目前都没有 那我觉得 你一定是都待在你的牛棚里面 或者是你的这个 柵栏里面吃草的这个金牛哦 记得 那个牛棚的门 跟柵栏的门是没有关的好吗 记得走出去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哦 那再来第二名呢 我会给这个上升或太阳啊 在处女座的朋友 好 处女座朋友呢下半年的感情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它有一点两极 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圆满的状况 但也可能是一个比较挑战的状况 怎么说呢 因为呢 这个处女座感情世界里啊 会带有一种土星跟海王星的现象 土星的这个能量如果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它一定是要有承诺的 有确认的 有实质的 比方说 我们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我就是结婚了 或者是我就开始要当爸妈 我要怀孕了 或者是我们跟这个家人亲友都讲好了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关系 然后我们同居 当然也可能是你们就是合作伙伴 谈恋爱对不对 那在这种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的这个 关系之下 处女座比较容易呢怎么样 按部就班越来越好 所以如果你想恋爱的朋友 我觉得找对对象 比这个随便开心来的重要 因为你们就有这个土星的 运势的特质 当然也代表的是 你们可能跟年纪比较大的 或是看起来比较成熟 心智比较成熟的人是有缘的 越成熟越务实的人 往往会带给你感情上的安全感 但反过来讲 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一个暧昧 不明确三角恋 或者是对方或自己在婚姻当中 一个关系当中 那你可能要小心 因为土星呢 它会带来一些因果的麻烦挑战 或者是说呢 比较容易的发展的慢 但是又比较折磨你的心情 我觉得生活已经不是那么轻松了 去做朋友呢 就是要特别留意这些事情 那再来第三名呢 我会给这个 上升或太阳在天蝎座 其次呢 摩羯座朋友 天蝎座朋友啊 其实现在的感情运势非常好 因为呢 木星跟天王星这两颗 代表这个爆发力 或者是自由的星 在你们的婚姻宫 那么代表的是说 第一个你如果是单身 你的感情世界是多彩多姿的 就是很自由自在跟谁交往东西 或是认识一些很特别的 不错的优秀的朋友 那如果你是已经在感情世界里的话呢 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 会带你看不一样的世界 或者是说呢 你们可能就是远距啦 周末夫妻啦 就是你们的这个距离是有一点的 可是呢 也因为这样子 让你们生活很多彩多姿 那通常 上周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也特别容易有结离婚的现象 因为这个木星跟天王星 就是代表要带领你突破现状 那如果你不想要交男女朋友 不想谈恋爱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有这个机会的哦 而且桃花多嘛 甚至于有很多主动来找你的机会 就是看天蝎座怎么选择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蝎座嘛 蝎座的朋友呢 在下半年呢 玩乐的机会很多 所以你可能本来没有想要谈恋爱的 或是只是抱持着一个尝试的心情 参加某些活动 就有机会因为共同的兴趣 或者是当天的气氛 擦出火花谈恋爱了 同时呢 蝎座有一种可能跟比你年纪小的 或者是呢 这个看起来比较年轻 或是有年轻心智的人有缘分 所以摩羯座朋友我觉得呢 也许你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扑克牌脸 或是一个工作的状态 其实私下的你蛮好笑的 对不对 很轻松的 我觉得下半年你要善用 让自己轻松的这一面 去广结善缘一下 再来呢 第四名就是巨蟹座的朋友 巨蟹座朋友呢 其实在整体的运势上 或是事业上 我觉得在下半年挺不错的 但是巨蟹座呢 在下半年呢 运势跟人有关的呢 很有趣 就是呢 喜新厌旧 什么叫喜新厌旧呢 就是如果一个关系是刚开始 或者是你刚认识 这个关系好 因为呢 这个巨蟹座呢 在下半年 就容易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新的贵人 然后大家因为一些共同的理念啦 或者是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啊 有一些很好的合作机会 甚至感情的发展 但是在既有关系里面 像是现有的男女朋友 婚姻关系里面 其实你们还是在磨合的 特别是冥王熙呢 6月11日开始又 逆回了这个巨蟹座的婚姻宫 所以一直到明年1月之前 他都在婚姻宫里面 所以感情里面可能 大家比较容易怎么样 没有办法忘怀过去 两个人相爱 可是很难相处 因为都会记着对方过去 怎么样伤害彼此 或者是呢 很相爱 可是又改变不了彼此的相处模式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巨蟹座下半年 如果要幸福的话 要去处理的事情 那再来呢 第5名呢 我要给双鱼座 因为双鱼座呢 下半年你的桃花都在身边 进水楼台的桃花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身边的关系 身边的朋友 身边可以看得到的人 当然如果你就是觉得身边就是没有啊 那我要告诉双鱼座朋友 你要选择环境 像孟母三千一样 你想要谈恋爱 你想要合作 你要到一个 可能容易遇到你想要接触的 那样的人的类型的团体 或环境里面 那么你特别容易发展恋爱机会 好不好 记得照自己移动哦 那么这6个星座呢 其实在下半年 这个长线的运势最好的 如果你能够开始有发展 甚至可以发展到怎么样 2024年顺利的发展 但是呢在下半年呢 还是会有一些意外的火花的 那就是火象跟风象星座 其中呢 又以第一名 世座最旺 因为基辛 在6月5日到10月9日就在世座 所以其实你 电力十足 好吧 你就是那种行走的荷蒙 然后呢 你只要愿意让自己变漂亮 被大家看见 你只要愿意交朋友 真的 不会没机会 但通常一个麻烦 世座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 你可能往前看都觉得一路就是都没有人 其实呢 不是的 你要把你的角度调一下 好 用360度环场的角度 上下调整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机会 你要给别人一个机会 你自己也会有机会哦 再来呢 第二名呢 我要给这个上升或调降在白羊座的朋友 白羊座朋友呢 在下半年特别容易有玩乐 或者是浪漫的卸垢 或者是一夜勤的机会 当然呢 火象族群如果下半年想要怀孕 生小孩 也可以把握在10月9日之前的机会 不过白羊座 你的感情就是一个非常短期的 快乐的火花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发展这一块 你希望改善你跟你另外一半的感情生活 不妨利用10月9号之前去旅行去玩 找到共同的新的兴趣 我觉得对你们的感情是有加分的 再来呢 第三名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下半年很忙哦 所以呢 你的感情往往是什么 你出差哦到亦国亦地远距的这个恋情 或者是工作关系哦 开始认识的 也可能有个朋友换call你要你帮忙 然后呢日久生情 所以呢 这个射手座的我觉得你的生活当中是蛮多机会的 值得你好好的留意跟把握 那第四名呢是水瓶座 水瓶座呢在下半年呢 特别是这个10月9号之前呢 特别容易有一个感情定下来的状况 比方说同居 或者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或者是让你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关系哦 那么所以下半年如果啊 你是想要谈恋爱 或是发展关系的水瓶座 请你把握10月9号之前的火花 然后跟另外一半可能去旅行啊 或是讨论居家环境设计啊 或是一些比较 给让你安定稳定的环境的一些议题 我觉得不错的 特别容易有新的发展 那当然 我们还有几个星座没有讲到 那并不是他们没有感情的这个条件 而是他们的重点可能不只是在桃花而已 比方说呢上升啊 或太阳在天秤座跟白羊座朋友 那么因为下半年呢 北焦点会来到这个白羊座 南焦点来到这个天秤座 所以这个白羊跟天秤有一个人际关系上面 新的发展就是 可能有一些跟你有缘的人会来到身边 他们可能是要跟你展开一些新的关系的发展 结新的缘分 也可能呢 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发展是要跟你怎么样 解掉过往就是人情债啊 或人情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会注意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像天使或导师型的人 走进你们生命当中 然后帮助你们在事业上或一般的人际上面 有新的成长 如果你想要发展感情的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 或者是 请一些贵人帮你介绍吧 那另外一个呢 没有讲到就是双子座 双子座呢在下半年的重点 其实是在于你的工作或是生活 所以你往往会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同事上 身边的亲朋好友身上 那感情上面呢 可能会有零碎的火花 谈谈小恋爱啦 小暧昧啦 开开心一下 可是 可能重点不在那里 另外呢 有一群的双子座朋友呢 在下半年要比较小心 那感情会有几个重点发展 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暧昧不明 第二呢就是有秘密恋情 那或者是有这个关系上面有点复杂 比方说彼此都有婚姻 或某个人还在某个关系里 或者是你们的工作 让你们的感情不能够公开 那当然也可能呢 你在感情上面有不能说的秘密 因为你可能想说要维持这关系 可是你维持很痛苦 为什么 为孩子为了事业要维持也不一定 但是呢 我觉得反向思考来讲 双子座呢 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呢 你要种下这个服务器的种子 因为呢 这个下半年啊 我们可以看到 双子座有可能因为因缘际会 做了一件好的事情 对的事情 有听过猫的报恩吧 鸟的报恩吧 有可能你今年下半年呢 做对一件事就对了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 可能很喜欢你很欣赏你 可是他现在在某一个关系里面 但有可能明后年关系就解除了 或者是明后年有个机会 他就敢来跟你靠近了哦 所以你反而啊 在下半年 我觉得是一个不要急 然后呢 让自己啊 多做一些好事 多认识一些人 然后保持一个交友正常的状况 我相信啊 在不久的将来 你也是会有很好的机会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2023年下半年 桃花感情人际的这个运势啊 那么祝福大家呢 都能够在爱的路上 找到属于自己幸福的路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